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然还是有些忙 但视频还是要做的 这一期我来画一个闪闪发亮的水手服软卖 正片开始之前呢 我先加入一些其他的模块 现在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我的Touch色表 左上角的图片是我一般涂皮肤要用到的色号 最近一直受到各种观众的问题 以后每一期视频的开头我都会贴出一个问题来进行回答 欢迎大家随时提问 接下来是我给那个纸贴边框的过程 曾经看弹幕有人问我为什么边缘那么整齐 就像打印的 容易想说其实我是贴了胶带的 只是用的胶带贴合度比较高 比较不明显 这个方法我个人也觉得很实用 可以让画面更整齐漂亮 也可以保护纸张 不容易皱 总之就是这样啊 现在我也开始画了 一般我都是先涂皮肤 对皮肤有问题的小伙伴现在可以仔细看 这次用的是平涂法 而不是之前常用的留白法 这次勾线我用到了木纳美 个人一直觉得木纳美并不防水 所以不太喜欢用 不过这张颜色比较浅 我也没有油性采迁 不用木纳美实在有点画不出效果 画完之后发现 其实木纳美也没那么不好用 也还是不错的 这些妹子比较简单 不管是那个线稿还是上色 相信大家仔细看都可以学会 说到这 前不久我曾经在群里看到 有小伙伴临摹我在视频里画过的图 感觉大家都挺努力的 也有一种并肩作战的感觉 同时也期待更多的人和我一起画 想要沿途都可以撕戳我 画完了也可以找我点评 当然了 非视频里画的图 就是个人画的图 也可以找我点评 之后我会收集一些大家的作品 放在视频里进行点评 同时也可以让我自己发现一些新的画法 共同进步 当然这只是某鱼的一个初步设想 希望大家都踊跃参与吧 不要让我的计划落空了 嘿嘿 以上都是题外画了 下面进入正题了 正题是什么呢 当然是画水手服软妹子啦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正在飞速地涂着肤色 哎 肤色已经涂完了吗 这是 嗯 总之 虽然加速了 但还是掩盖不住某鱼手支架上那几块闪闪发亮的东西 现在就会有人要问了 某鱼 你手支架上你是什么呀 是什么呀 现在我就要回答你们了 当然是支架油啦 于是又有人要问了 为什么你的支架油会闪闪发亮呢 我再次回答 是因为我的支架油非同一般 它是有魔法的支架油 呵呵 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眼熟 呸 耳熟 那个瞬间进入小熊模式啊 看来某鱼中小熊的毒很深呢 最近小熊又出绘本啦 群里的小伙伴好心地给我发了个图 于是某鱼就很不小心地在绘本上看到了自己的大名 来跟我一起大声念出红圈圈里的三个字 没脸念出来 最终我也没念出来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并不适合我 于是某一决定还是一本正经的说实话吧 我也不知道最近是哪根筋抽错了 居然去美甲店里做美甲 然后作为一个不爱留长支架的家伙啊 实在是点点点 最近不是很流行那种渐变的支架油土法吗 我也想弄成那样 可是店员一句话就无情地打败了我的幻想 他说 姑娘 就这长度 还没见变呢就到头了吧 我 呵呵 当时我就 支架短怎么了啊 支架短就不能做美甲了是吗 瞧不起谁啊啊 于是某一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见变 嗯 没错 结果真的如店员所说 完全没有见变啊 完全没有 而且感觉一点都不好看啊 以后再也不做美甲了 阔胡 这句话的真实性有待考证 嗯 感觉说了好多废话的样子啊 嗯 没错啊 这很小鱼 呵呵 现在眼前 眼 什么眼前 现在眼睛已经涂完了 点亮高光之后啊 瞬间皮卡皮卡各种特效有没有啊 嗯 哎 接下来小说什么来着 我给忘了 我怎么又忘了 啊 对 想起来了 说到眼睛啊 那个虽然某一之前特地做了一期眼睛教程 但还是有很多人问我 某一啊 眼睛怎么涂啊 怎么涂啊 啊 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期待我出一期不加速的眼睛教程 对不对 嗯 好的 我知道了 在接下来的视频里 每一期开头我都会加一段 那个非正片教学 也就是